男生真的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吗 不过经常走夜路的女生一定要看 这是个手电筒 跟小拇指差不多大 外壳用的是树枝银光材质 它会自动吸收光源 摇身变成月明珠 原生明珠它有六个档位 功能强大 直接试试 首先是一档照明 三百楼明就正 还没有我手机料呢 然后按两下是暴闪模式 用它来闪下对方 三下是电钞灯 还算使用 你可写钱包不给丽雅 再按时红光 再再按时蓝光 总的来说 这个蜡笔手电筒还挺方便的 平时挂在硬石扣上 或者包包上也不占地 不过就这么点东西 花了我一百二 你们觉得值吗 吃了这么多年的饭 姐妹们告诉我 这世界上真的有 稳固不滑的炒锅吗 终于买到了太古山 郭不滑售的 均匀无涂层的铸铁锅 老公他也不用 那这个快炒菜炸饭厨房了 没用到老的 我老了他是越来越好用了呢 哼 十个铁锅九个滑 说它稳固防滑 我可不信 买来了 厨员可是摇板电器旗下的品牌 应该不会翻车吧 底下八根卡槽 还带了个石木盖子 花了我想四把 钥匙感虚假宣传 我就把你炒成筛子 来 新锅咱们先开个锅 去除异味 我用的是三十年资深厨师 传授的开户秘方 还挺好用的 你们需要的截图自取啊 这锅炒菜手感还可以 不过所有的锅 抓着扶手炒菜都很稳 我直接放开手柄 哇 可以嘛 很稳 第一只手炒菜它也不会滑动 再炒个乱棍打死猪八戒试试啊 哇 好香啊 炒起来好丝滑呀 感觉非常轻松 我又爱上烹饪了 而且它一点都不沾 此刻感觉自己就是个五星级大厨 给你们表演一个后空翻啊 呦 不要再让你男朋友贵键盘了 小声他给你上一顿 东西我买来了 花了我两百八 真还挺多 但是它真的能做到像原视频那样 打字顺畅丝滑吗 直接试试 哇 哇这键盘都看不怎么清楚 来试试打字啊 怎么没反应了 怎么就没反应了 终于有用了 半听不出来一个字 嗯 老打错 这也没有原视频那么顺滑呀 而且它一直滴滴滴的叫 打字了 就这种反应速度 你们说用它打游戏能活过三秒吗 唉 又是个鸡肋产品 不要卖 最近粉丝疯狂爱的我这个视频 这种丢下那四代用此方便全家当场包东西 可以用近的小小的防丢器 系在钥匙或者装在重要物品上 打开手机APP点一下 它就会滴滴滴滴的教学 看着效果还不错 买回来了 花了我39 价格还行 这东西长得比较小巧 只有一个按钮 到底好不好用 咱们先浅试一下 先要下一个APP 注册一下 OK 现在这个防丢器呢已经连接好了 我们直接来试一下效果啊 这个东西真的会响 按停止它就会一直响 双记一下这个按钮 手机也会响 试一下啊 你看这里有反应 有反应 照这个原理 如果我把它绑在钥匙上 那钥匙去不试 再也不会丢的 赶紧去试试 姐姐帮我把钥匙藏起来 越隐蔽越好 试试一下啊 听到声音了 丝毫没有难度 如果出门太急 手机找不到了 也很简单 只要轻松一按 你听 轻松找到 不过这个东西呢 也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 如果这个防丢器 跟你的手机离的比较远的话 它就会完全乱开链接 总的来说 有利也有弊吧 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你会给它打几分呢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 都把别人当傻子啊 今天我们是来盘点一波 这些卖家视频看的巨牛逼 实际上却是智商税的下热 第一个 智冷冰球小丰盛 我看原视频都是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是不是看起来就五冰上 怕热的小仙女 那个真的受得住呢 只不过 我也买了一个 颜值还不错 拿着手里也很有质感 但是 当我真正用它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大鱼蜂种既是我自己 听原视频里面说啊 它中间是一个半导体制冷片 只要三十秒 就能够降温九度 然而实际上 你看 现在温度差不多是三十三度 三十秒过去了 二十九度左右 一分钟过去了 它也没有结冰 上面也没有冰霜 只是多了一些小水珠 它虽然是个智冷风扇 那我确实 跟普通风扇没有区别啊 它还卖我一百块 说到这里 我就想问卖家一句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 都把别人当傻子啊 它留下的不是冷凝水 什么冷凝水啊 在宣传视频里啊 打开开关 它是个风力强劲的电风扇 开下手柄 它是个便宜又能拍照的无人机 当你手机没电了 它甚至还是个急救充电宝 完美一拖三 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让我都忍不住怦然行动 买了 但是用了两天 我就发现 自己又不成了大军种 就这个东西啊 空凉风里用不着 户外档风扇用 噪音肥大 我就用了五分钟 耳朵嗡嗡的响 发死了 再说说这个无人机功能 你们见过有贴地面费型的无人机 穿进它玩 就不听指挥啊 让它往东偏往心 让它高飞 它坠机 噢噢噢噢噢 还有这充电宝功能 2000毫万的容量 喂饱它大概花了两小时 再用它充手机 才充30%不到 我真是酸Q了 不过啊 通过它 我也明白了个道理 不想当充电宝的电风扇 不是好无人机 噢噢噢噢噢 你们见过这么小的主机吗 个头比巴掌小 厚度比硬币薄 放口袋 放包包 甚至握手脸 拿起就能走 非常方便 之前看很多博主买的口袋主机 都开不了机 所以我很怀疑它到底有没有用 咱就是说啊 只要它能开机 咱就不算亏 走试试起 诶 开机了 不过我突然发现个问题 它好像没有插 使用的底子不上网了 不过问题不大 能开机就不算亏 你看一下内存啊 5光28个G 这比我U盘内存还小啊 你们说用它玩游戏 会不会卡到冒烟呢 还是个Wing池系统 安装内存才两个G 这也太卡了吧 我的天啊 这要是个急性子 忽然发现 它居然可以上网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网线居然可以上网 总的很瘦 这口袋主机又于日常半钩鱼了 在平时刷歌剧啊 写个文档啊 还是挺OK的 但如果你想玩大型游戏 你现在想玩 已经1499的交流 要什么自行车呢 真的推了 不推荐购买 这期视频男生没看 今天我要吐槽一下我的那些男同事们 买过的极奇怪怪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 机械液压手臂 是不是感觉自己要变成钢铁匣了 你擦擦这个东西多少钱 花这么多钱 买个这玩意干嘛 用它来吃饭喝水吗 那就试试吧 可算服得到了 唉 这一通操作下来 我手都破皮了 我是觉得用自己的手比较方便 下一个 我估计99%的人都猜不到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看它像不像个小的魔兽 哦不 它就是小的魔兽本兽猴 这个东西呢 叫电击手环 它背后还有块能够导电的胶垫 我同事说啊 只要在睡前的时候 调整好时间跟导位 戴在手上 我的天哪 就我还不太会用 就反正这个东西吧 就是你直接戴在手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 你就直接会被 电醒 你说这点要睡多成 它才需要被电醒 再看看下一个啊 电动水枪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幼稚 所以我就跑去问我同事了 结果他说 这个东西 早时睡完有点幼稚 他们用刚刚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男人至死是少年 不过当我自己玩了一把之后啊 我开始有点理解他们了 确实还挺解压的 不过就是把这个产品设计的 有点太low了 我只要稍微清晰一点 这谁啊 干 大处漏水 这里也漏 这里也漏 大漏特漏 而且我才完没几分钟 这把手就已经开始发烫了 我才知道电门拍的正确使用方法 看看昨晚的战绩哈 49支 同款电门拍我也买了 打开中间的盖子 它里面长的右蚊剂 蚊子循着香味找过来 人充电网 再加上纳米紫光波的双重吸引 蚊子插翅眼的头 啊 sugui 另外这电门拍还自带红外感应 一旦有人靠近 它就会自动断电 一离开又继续工作 家里有宝宝或者养了宠物的 完全不用担心误处啊 非常安全 none 最后说起来 这电门拍可是招闻新人的福音啊 但为什么运效量才一百家呢 是今年蚊子变少了 还是蚊子也学会和人类和平相处 你觉得呢 用了几天我误了 只怪设计师给了它时尚的外形 就给不了它大的电容量 想要持续灭纹 你就得一整晚插电使用 就算你不用 把它放在一边 一两天后 它也会因为电量流失 还得插电使用 你说我离不开的手机也不用一天一充 一个电门拍 我还得每天想着给它充电 原本想让它方便我的生活 结果生活还得被它支配 拔草 不推荐